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有时他们对这件事和我们华人的态度都不一样 刚刚过了这个周末 这边万圣节 西方世界尤其是北美都很着重这件事 有些人说屋子又扮鬼扮马 又穿着奇装异服 是一个挺好玩的 当你没有宗教信仰 是一个挺好玩的一个晚上 去年我们也跟了我们的朋友 去了他家附近的住在温哥华 这个trick or treat的气氛很浓厚 我认为这个区域很多屋子都做得很美轮美换 又有些在backyard 製造一个大的萤幕 播出一些有趣恐怖片 给一些小朋友经过看 还有一次我看到有一个很识心的 把那个婚衣做成一只船的船头 然后那个屋主就是那只船的女主人 穿得漂亮漂亮的 这件事是很有节日气氛 而且小朋友也很开心 但当时已经不是COVID的情况 已经提醒家长要小心一点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里是大麻合法化 所以怕有些肚子 不知道会不会有大麻 成分也不奇怪 所以就算我们比如说这些小朋友 去那个阶段那里 那晚他拿到一些糖 我们都会再看了分了 可以的才再给他们 所以可以的 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讯息了很多 我们都没有带小朋友出去 始终觉得这件事 每年都可以去玩 但今年就绝对不可以了 我留意到 在我们现在住的这些区 华人比较多的这些社区 就很明显没有了 可能往年都已经不是这么浓厚 但是今年就更深 我想很多我看到的屋 都是没有 没有那个装饰等等 唯一就是 唯一就是 就是 有听到就是说 在近Downtown的地方 又有很多人去聚集 看回一些照片 其实很多都是西人 非华裔 都好像不理 又没有戴口罩 又没有社交距离 又没有戴口罩 而且过了这个周末 其实说的数字 就是差不多 超过1000宗 1000多宗 确诊 因为其实上个星期 或者前个星期 开始已经不是说 一个好的数字 都是每天200多 200多 相对上平均来说 上年 或者再迟 即早一点 其实都是100 100 所以其实这些数字 是跟全世界看齊的 包括 可能在欧洲的更加严重 有些国家 就直接要封城 封国 加拿大暂时都没有 但是 我又真是不怪的 为何这里会这样 以我工作的地点为主 例如 我们其实 因为老板是香港人 所以其实都很着重这件事 譬如说 员工的保护 包括我们上班的时候 全部要戴口罩 我们的厕所 男厕 女厕 已经尽量不外借给其他人 以及 进来我们的店铺 其实我们已经 凍了牌 就有一瓶消毒液 以及 我们直接按 request 就是说 如果你需要口罩 我们可以给你的 一般华人 其实都很听话 进来 我想有个意识 已经大了 真是唯独有一些 我们叫做外籍人士 我们中国人叫外籍人士 其实我们是外籍人士 在这里 我真的不管 好像若无其事 你带可以了 我就不用带 因为这件事 是假的 我还记得有一次 有一个公投 我不知道要说是否说真的 他直接说 这件事是一个scam 哪里有的 就是那种态度 所以变成了西欧地方 我相信是因为 每个人真的很自由 我不喜欢你 不可以逼我做 那种态度 而令到疫情 其实某程度上 是比较难控制 现在看香港 看内地 内地 数字上 做得很成功 台湾 这些叫做华人为主的国家 其实都 控制得好一点 唯独真是 现在看到了 西欧 北美 其实一直的情况 都是在搏斗 上班 其实都有一个压力 例如跟客户谈完 有些摄像 那些东西 都立刻要洗手 戴口罩 这是日常 所以 也不知道 可以维持到何时 因为疫苗还未有 但数字一直升 以前 我早几集 我记得我说过 我自己的新生经验 去一些疫站做测试 现在的疫站 不是说你随意拿去便可以了 你是要做 习惯的 如果你没有习惯的话 你也做不到 所以整个环境 好像大家都不知道如何 相对来说 因为这样的情况 所以变了很多 譬如说生意、饮食 其实生意都是不好的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所以变了在北美生活 住在一些华人比较多的地方 其实在这个疫情之下 反而我觉得是一个好处 起码我们进入的一些华人超市 口罩就必然了 而你没有他给你 你没有手套 他也给你手套 就算你不是说真的 是否很有用 没有人知道 但也有个安心 所以这件事 也值得一赞 也值得去反思究竟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 会不会是因为太自由呢 也没有的 大家都希望疫情 都可以尽快去解决到 但这个世界将会不一样 还有 还有就是因为 在十月开始 我两个小朋友就回学了 因为初一个月 其实我们都是选择在家中上课 看看情况是如何 似乎当时 给他回学校读的时候 其实都可以 但也是很明显的 因为我们这些区 主要比较多些华人 当然也是有些西欧人士 外籍人士 但是很明显的 我两个女儿 已经千叮万足她们 在学校除了吃饭的时候 在任何时候都要戴口罩 以及都要洗手洗手 学校也有一些指引 但唯独有一些外籍的朋友 例如我女儿 她也有一个好朋友 是Pasific Islanders 不知道中文是什么 总之不是华人 没有的 完全是没有戴口罩的 上学见到她排队的时候 也是 戴口罩的时候 就能处下来 可能不惯 那几个月都没怎么戴 就能处下来的下巴 其实比较大 所以 因为文化差异 或者对这件事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服从性 华人或者亚洲人 这件事比较差 所以是可以的 所以分别也挺大 也听过一些新闻的报道 譬如说你搭公车 现在这里搭公车 就一定全部都要戴 但亦都是有人不戴 觉得你无契 你戴她 我还记得有一个视频 就是乘巴士 有一个外籍人士 他不戴不止 他还套人口水 被人套的那个 好像是菲律宾籍那些 那些人直到 推他下车 所以也挺大反差 华人 中国人就可以禁止率 但有些人 你叫他都不做 所以在这段时间 其实香港 或者国内 是比较安全一点 所以在这段时间 我们都尽量减少 平时去一家人放假出去 现在都尽量没有 尤其是这段时间 数字这么高 不值得 希望快些可以 将疫情 可以像香港那边 那样控制到 那就少少分享 这边的生活点滴 都没有完美 但也是那句 未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订阅 按旁边的小铃铛 最新的情况 我们就会有新片通知大家 好的?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下次再见 拜拜